大部分人有個問題就是他只算熱量不管營養 我今天吃了一個蛋糕或吃了一個雞排 我覺得我今天熱量過多了 那我下餐就不要吃 到最後你只有熱量卻沒有營養 身體在營養不良的情況下 脂肪一定會加倍儲存 過年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有三高飲食 也就是說高糖、高鹽跟高油 再來就是我們的作息會不正常 可能都睡到自然醒 在熬夜通宵 所以變成說很多人體重會上升很快 也是因為第一個水腫造成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糖加油會變成三酸甘油脂 快速的累積到我們的皮下內臟 還有肌肉跟血管當中等等 那再來就是可能代謝會低下 還有血糖會亂飆 造成這個脂肪容易囤積 所以過年後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必須要消除水腫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讓肝臟快速恢復代謝三酸甘油脂的能力 第三個就是要穩定血糖 第四個就是說我們要提升代謝 那我們要同時做到這幾點的話 第一個就是麻煩多喝水 我會建議過年之後 大家水分可以一天喝到3000到4000以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要排除身體多餘的水分 就是要靠水把那些鈉離子排掉 再來第二個就是我們需要很多優質的低脂蛋白質 包括豆漿豆腐 或者是可以挑一些低脂的一些雞胸肉 都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那所以水分夠 蛋白質夠 跟低鈉飲食降低鹽分的攝取 跟補充一些高甲類的蔬菜類 都可以幫我們把水腫快速排掉 那第二個要怎麼去排掉 我們這個多餘的三酸甘油脂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需要 就是早睡早起 因為肝臟是一個代謝糖分 跟脂肪重要的器官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10點之前上床睡覺 讓肝臟把握10點到凌晨2點 這段代謝脂肪的時間 那我們過年當中 多餘的三酸甘油脂也可以快速被排掉 其實我們三酸甘油脂要變成脂肪儲存 通常需要兩天以上 也就是說過年當中 累積的大量的這個三酸甘油脂 是有機會在年後 花3到7天的時間 把它完全代謝掉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要穩定血糖 其實現在研究中發現 最能穩定血糖的飲食 就是高蛋白質飲食 像高脂肪飲食有很大的問題在於說 它會抑制我們的胰島素 胰島素被抑制之後 其實你的降低血糖會有問題 很多人的空腹血糖會開始高起來 所以會建議說 在這個年後的營養比例 最好是採取一個高蛋白質 低脂低碳的方式 我們把蛋白質非常有意識的 拉高到30到40% 並且在一天的早餐當中 是蛋白質吸收最好的時間 只要在早餐攝取足夠的蛋白質 就可以穩定一整天的血糖 因為蛋白質可以穩定了糖質新生 不會讓我們造成低血糖的現象 那第四個要怎麼提升代謝呢 其實現在研究當中發現 能夠提升代謝的方法 第一個也是高蛋白質飲食 為什麼 因為蛋白質有食物產熱 所以當我們吃的東西 是蛋白質比例越高的時候 它能夠代謝掉的熱量就會更多 再來就是它可以保留 我們流失的瘦肉組織 還有就是它可以穩定的做出 銅體跟葡萄糖 所以這幾個都是可以增加代謝的方式 那水分其實光是我們一天當中 把水每隔兩個小時 五百五百的喝完 它就可以提升大概30%的代謝 那也有人問說 那王醫師運動能不能提升代謝呢 其實有氧運動有助於降低 放後的血糖跟血壓 但它本身沒有辦法提高我們的基礎代謝 它只是幫我們消耗一些多餘的肝糖 但是無氧運動 例如說重訓等等 可以把肌肉練出來的這種運動方式 是可以提高我們的基礎代謝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過年後快速的提高代謝 你可以飲食跟運動兩者雙管齊下 其實現在大家很多都問我這種斷食法的問題 不管是168或5比2 它其實只是變相的利用限縮時間的方式 來限縮你的熱量攝取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不會算熱量的人 那你可能只能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你的總熱量攝取降低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知道說 我可以一天攝取1200卡的人 那不管你是在8小時內吃完 或12小時吃完 其實它結果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對我來講 像是5比2或16比8 它們竟然結果會跟普通的低熱量一樣 但是它們又會多一些風險 包括在你可能就是5比2 2的那一天 吃的低卡的那一天 或者是你168 16小時斷食那段時間 你可能會因為流失肌肉 有代謝低下的問題 為什麼會流失肌肉呢 其實我們在哀樂的狀態下 我們身體會分泌一些飢餓酥 那這個飢餓激素 其實會讓我們下一餐吃的東西 比較容易吸收 再來就是飢餓會造成一個東西叫做壓力荷爾蒙 一旦你的壓力荷爾蒙產生 它下一步的動作 也是會去加速我們的脂肪囤積 所以對我來講 一個會挨餓的方式 其實並不適合於這個年後的減肥 我比較建議說我們就是一個低卡 高蛋白質低碳低質高纖維的方式 去讓它的這個多餘的熱量代謝掉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就是要牽涉到我們腸道微菌的這個研究 原始人你會發現那些老祖先 他們可能長期都會遇到一個飢荒的環境 但是飢荒的環境過久了之後 我們身體會有個保護機制 就是把熱量吸收的方式改變 例如說你本來是100卡的一個吐司 它本來只吸收4卡 但一旦遇到一個飢荒的現象 它會轉而吸收百分之百 所以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我常會反對一個挨餓的一個減肥法 就是因為它會讓我們的腸道菌 對熱量吸收的方式去做個改變 那如果你從來都沒有餓過的人 其實我們腸道菌就是會有取有捨 它不會全部都照單全收 那再來就是日本他們有個研究發現 如果你是做極低熱量 或是說高脂肪極低碳的一個方式 做這樣的飲食一兩天之後 你再吃到普通的食物 其實你的血糖震盪 會比你之前還沒有減肥的時候 還要更快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2016年的一個M.E.G.N. 還有Mature的研究 他們都有發現在一個挨餓過後的小老鼠 他們身上的菌象 會變成在吃高脂肪的時候 熱量加倍吸收 所以那些副食後的老鼠 他們脂肪的增加 都會比正常吃胖的老鼠還要更快 這就是我們發現很多人的溜溜球的效應 在你在餓或斷食之後 為什麼你只是吃跟以前一樣的飲食 你就會發現脂肪上來特別快 是因為你的菌象已經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是讓我們的身體 覺得不於匱乏 你給它需要的營養素 它就不會什麼都加倍吸收 反而是一個可以長久執行的方式 其實168斷食有個問題是說 你在現實這件事情 已經無形中造成你心理上的壓力 例如說當我發現我必須要八小時內 完食所有的東西 我可能會因此的攝食過量 所以我發現很多人其實是因為 限制的時間造成的心理壓力 影響到這個代償性的吃更多的狀況 所以不要給自己壓力 那像是很多人說 王醫師我很想要吃雞腿便當 或想要吃些比較油膩的東西 我都會跟他說 其實我們對於食物的喜好 是跟我們腸道菌相的結構有關 例如說為什麼出家人吃到肉會很想吐 他們不一定是信仰虔誠 可能是因為他們太久沒有吃到肉 他身上那些喜歡分解肉的菌的數量 已經大幅的降低 所以他們對肉的慾望會下降 所以通常我們常吃高糖高油的人 你會發現他會越吃越想吃 一方面是這類的食物 對我們大腦的這個多巴胺的釋放會比較快 有點類似成癮物質 再者就是你的腸道菌 對於這類食物的分解跟代謝的數量 也會慢慢的增加 我都會建議說我們可以用循序漸進的方式 例如說你今天在吃鹹酥雞 或吃一些比較適合的食物之前 我們把一些優質的蛋白質 或者說微量元素先補夠 你在不於匱乏的情況下 再去吃那個高油高糖的東西 會好過你只吃高油高糖的東西 大部分的人有個問題就是 他只算熱量不管營養 我今天吃了一個蛋糕或吃了一個雞排 我覺得我今天熱量過多了 那我下餐就不要吃 到最後你只有熱量卻沒有營養 身體在營養不良的情況下 脂肪一定會加倍儲存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我們不要管熱量 你只要一天當中 把該攝取的營養素都吃夠 那事實上身體多出來的 他不一定會選擇吸收 可能全部都會排除掉 所以我都說營養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熱量 其實我覺得房間的很多食譜 都寫得太複雜了 我光看到我就會放棄 所以我常常都想要教大家 怎麼用一個最簡便的方式 不增加自己的壓力的方式 去準備這些食材 那包括現在天氣很冷 所以其實我很建議 用煮火鍋的方式 你在家裡只要把水煮開 你把那些豆腐啊 青菜啊 或是說蛋啊 一些優質的蛋白質全部放進去 放蒟蒻絲也可以增加飽足感 你可以用泡菜調味 用味噌調味 或是用一些辛香料 像一些孜然粉 七味粉 所有的輕輕的醬料 或是粉類的都比較安全 是因為他們沒有像稠稠醬料裡面 那些多餘的人工糖 或者是油脂 所以會建議說自己開活的人 我們可以用無油料理 可是可以把它料理得非常好吃 那為什麼我會常推薦無油料理 因為我們光是無油料理裡面的食材 我們用食物自己的脂肪 可能就已經高達30%左右 如果你在額外加油或喝油 就會超過40%以上所謂的高脂肪飲食 所以其實也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吃得很飽 那外食足更方便了 你看我們現在到處都是7或全家 其實會發現在裡面買一個茶葉蛋 無糖豆漿 或是買它的生菜 或關東煮的一些筍子 杏鮑菇 到處都是高纖維高蛋白質的食材 那你如果去滷味攤或小吃店 你可以選擇就是比較清淡的湯頭 例如說蔬果熬製的 不是屬於那種大骨的 那再來就是挑選一些凍豆腐 蔬菜類也是可以符合所謂的高蛋白 高纖維的原則 去小吃店也可以點皮蛋豆腐加燙青菜 就對我來講 其實你在外食的時候 你要很有意識的 去把高蛋白質跟低脂肪的食物去吃夠 那為什麼我常推薦說要吃一些豆類食物 或是顴骨類的東西 是因為他們的飽和脂肪相對比較低 那我們吃肉類 除非它很乾柴難吃 不然大部分它的油脂量可能都會超標 那在這個大魚大肉之後的過年 我都會希望大家降低自己飽和脂肪的攝取 不要超過一天熱量的7% 我們把多一點的脂肪扣打 留給那些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這樣也是比較好的方式 其實我常在我的粉專 聊到關於維持期 還有避免腹胖的問題 那在2010年的NHM 他們有一個 一千多個人的全歐洲的研究 發現那些維持體重良好的人 大部分都保持著高蛋白質跟DGI 也就是所謂低糖攝取的一個方式 所以蛋白質要怎麼樣有意識的攝取 就是你一天當中 請把你需要的蛋白質量分配在3到4餐吃完 只要你的3000卡裡面 maybe有900卡 就是30%以上都是給蛋白質 其實可以降低高飽和脂肪的傷害 研究發現 在同樣吃高脂肪當中 那些吃3、40%的老鼠們 他們增加脂肪量相當於那些吃低脂肪飲食的老鼠 所以就變成說 你要如何維持你瘦下來的體重 就是在維持期 也把蛋白質當你的priority 永遠都記得蛋白質優先 脂肪控制在10到30 最後再給碳水 這樣的飲食方式 通常都很容易維持已經瘦下來的體重 那再來我剛剛也提到過這個老鼠的研究 就關於負胖的 其實很多在高脂高油之後 對我們腸道菌相的破壞 都是在於一些可以產生抗氧化物質好菌的下降 所以要如何去修復這樣的一個破壞就是 我們在豆腐、豆漿這些含有黃銅類的食物 它們其實都可以給我們很多的抗氧化物質 修復高脂肪的傷害 你就比較不會有那些 菌相變的加倍吸收腹胖的現象產生 再來就是你在吃那些尾牙春久之前 也要記得把該吃的蛋白質跟高纖維攝取足夠 以穩定血糖的前提去吃那一餐 你的高糖、高油比較不會被完全吸收 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維持 他們這個問題是在於說 覺得水分會稀釋掉你的胃的酵素跟胃液 那你的胃液被稀釋之後會變得不好消化 但那個是對於他的胃本來就不好的人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正常可以分泌胃液跟酵素的人 你的食物的刺激都會產生相對一的胃液 其實不用擔心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其實你要怎麼樣達到在吃大餐當中 還可以一邊運動 就是邊吃邊喝水 那喝水當中你的腎臟會幫你代謝掉這些水分 你去跑廁所的當下其實你都是在運動 那如果說你整個大餐中可以維持跑廁所三次 那個水量大概差不多也是幫你消耗掉你剛剛吃的熱量 所以我都會建用這個方式去維持 因為我們通常晚上大餐後隔天會上升很多的都是水腫 因為你去吃的料理通常它的鹽份非常的高 那高鈉就會造成你容易口渴 有些人會吃越多 甚至是隔天造成水腫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當餐就把多餘的鈉类子 全部都喝水代謝掉 你隔天是不會腫的 那是喝水 那是喝一家都不行 不行 因為只有水分有辦法幫你代謝 你喝茶或是咖啡 這種咖啡因會利尿的東西 所以你的水是沒有辦法充分被運用 就已經流失掉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